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白色的这台21年末代奔驰C300 跟这台全新改款后的奔驰C300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从大体的方面 它区别基本上是不大的 因为车身尺寸很相近 新款的它车身轴距更长一点 而它轴距会稍微短一点 它车长更长一点 它车长更短一点 其实说真的区别它不太大 其实更多的区别是什么呢 新款的它这一款 在涡轮增压的一个基础上 它加了48V轻火 而这台是没有的 马力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255 扭矩的话 带电机的扭矩会更大一点 有带暗夜套件的肯定更好看 没有暗夜套件的 看起来相对而言比较舒适 从整个车身比例来看 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得到 有的暗夜套件 它的尾部更好看一点 没有的话更经典一点 其实在奔驰在设计的时候 C300还是保留了许多 它该有的一个元素 我们对比一下 它的类似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全新改款后的一个类似 它的中控是一个超大的屏幕 仪表盘也是超大的屏幕 在第二排空间方面 我个人觉得区别不太大 但是腿部空间会更大一点 包括整个后背的一个头部空间 会稍微更宽室一点 我们看一下上一代的末代版的 扫编 仪表盘尽管也是液晶的 但是比较经典 整个充供台的一个部分 还是很经典的 我感觉它有点偷空减料 试试把这个屏幕放到这边 给新款的用 这里再加这个屏幕 第二排的空间 其实我个人觉得 旧款的第二排空间 其实身体的这种体感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的座椅做的比较单薄 而新款的这个座椅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做的稍微有点那么厚实了 那么同样对比一下 它后排的一个空间 它到底怎么样 后排的空间 我觉得容积也算是非常大了 但是新款的呢 它的后台空间是下踏式的 整个众生的深度也更高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 车子肯定是越新越好的 这毋庸置疑的 而且最新的车子给到的 不仅是最新的一个技术 在道路驾驶辅助方面 它是更好的 新款有支持 智能驾驶的一个辅助 包括方向盘 自动变道等等都是有的 而上一代是没有 车这件事情啊 真的 我相信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只要是越新的车 就是越好的 当然也是有例外的 你说呢 这两台车放在你面前 你是选新款的还是选旧款的 我觉得都是用钱包来说话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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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